美国铸币局指出 2022年的杰出美国女性铸币计划 特别选出5名美国女性 黄柳霜不只是其中一人 且25分硬币正面仍会是乔治华盛顿的肖像 而背面则是黄柳霜的经典形象 透过此方式 除了要向黄柳霜致敬 这同时也是美国货币上第一个华裔脸孔 且新硬币不仅是纪念黄柳霜开创性的职业生涯 同时也展现了他当时处在白人演员涂黄脸 扮演亚裔和反种族通婚法的时代中 依然试图争取有血有肉的亚裔角色 以及当时所面临的各种困难 且根据费城河丹佛铸币厂预估 将会发行超过3亿枚 黄柳霜于1905年出生于洛杉矶唐人街 他的父亲经营一家洗衣店 黄柳霜在14岁出演第一部电影 且在17岁便首次担任主演 随后数十年便一跃成为 好莱坞首位亚裔电影明星 并且在星光大道上占有一席之地 因此也让一些主流评论人评价 黄柳霜的电影成就并不输给李小龙 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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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